第七题请问轩轮在0到16秒内的平均速率等于多少 我们晓得平均速率呢就是我们的路程去除以时间 而路程就是路径长就是实际上所走过的距离 我们的0秒的时候在10 我们走到4秒到了30 所以我们从10走到30我们走了20 我们的路径长是20公尺 然后我们4秒到10秒没有动 我们的路径长我们的路程是0 然后最后呢我们从10秒到16秒 我们回到了原点从30回到0 所以我们的路径长路程是30公尺 所以我们总共走了50公尺 我们花了16秒时间走了50公尺 所以我们的平均速率呢大约是每秒3.1公尺 第七题问我们说 请问轩轮在0到16秒内的平均速率等于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C3.1